他本是身价上亿的贵族少爷 却被丢弃在冰天雪地里 陆过的男人看他长得白净可爱 还穿着名贵的衣服 当即把他抱回家 等他有钱的亲生父母回来找他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 养父劝妻子不要动真感情 反正将来是要还回去的 可养母不仅对他示弱几初 还将最好的爱全都给了他 雷米十岁这年 养父工作时被砸伤了脚 以后没办法赚钱了 他想找律师打官司 可律师费竟然要400元 为了凑齐钱 母亲只能卖掉家里的奶牛 可奶牛是雷米唯一的朋友 看着奶牛被邻居牵走 雷米哭了 他每晚都跑到邻居家牛圈探他 为了奶牛少挨电打 他会偷偷将鞭子藏起来 这天他和往常一样 唱着摇篮曲给奶牛听 转着身却突然撞见一个陌生的老爷爷 雷米吓得夺门而逃 回到家却发现父亲回来了 养父认为 雷米是导致家里贫穷的罪魁祸首 他要将雷米送去孤儿院自生自灭 可母亲不同意 二人大吵一架 夜晚 母亲告诉雷米 你并不是我们亲生的 他将婴儿福交给了雷米 并且让他放心 妈妈绝对不会把你送走的 第二天 母亲开心地告诉他 父亲同意留下你了 一会儿 他要带你去政府寻求经济补助 雷米特别开心 一路上不停地叙叙叨叨 如果补助太少 我就将名贵的婴儿福卖掉 这样咱们家就有钱生活了 多出来的钱 还可以把奶牛数回来 听到这些 父亲却眼神飘忽 因为他并不是带他来领取补助的 他要趁这个机会 把雷米送去孤儿院 雷米拼命挣脱他的控制 养父去叫所有村民一起来抓他 雷米拼命地跑 他躲进一家小酒馆 钻在桌子下 一只黑狗 却窜出来对他狂吠不止 雷米吓坏了 黑狗的主人是一位神秘的老爷爷 雷米和他在牛棚里有过一面之缘 他常年带着一只黑狗茶笔 和一只猴子心里美先生 环游欧洲 他表演赚钱 听闻雷米将被送去孤儿院 老人当即提出 要以30元 买下雷米一年的时间为他打工 瘦弱的雷米会挤起观众的同情心 他也能多挣些面包 还有这种好事 养父开心坏了 老人用皮带牵着他慢慢走出村落 男孩不知道 自己的人生也就此改变 途中路过了雷米家 母亲看到他 才明白自己被丈夫骗了 他崩溃大叫 想要冲上去找回雷米 却被养父死死拦住 最终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雷米被带走 雷米每天都很想念母亲 他想了很多办法逃跑 一次次的失败后 他才发现 老爷爷从未想着伤害他 救他 只是怕他被送去孤儿院而已 爷爷对他很好 用全身积蓄 给他买了身漂亮的衣服和鞋子 还对他说 我雇你来不是为了乞讨 而是因为你纯净的嗓音和心灵 在今后 你可以放声多唱 爷爷说吧 便安装起乐器 他给卡比和心灵美先生 戴上演奏帽 孩子们听到音乐声 全都跟了上来 大家围成一个圈 维塔利斯宣布 这将是一场最精彩的演出 心灵美和卡比一唱一和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卡比先是山羊挺身 随后转起了圈圈 接着表演春夜障碍物 他各种炫技 大家疯狂鼓掌 气氛最嗨的时候 老人宣布 下面是雷米的登台演唱首秀 大家都满脸期待地看着他 可雷米却十分害羞 转着身试图逃走 却不小心掉进了泥巴坑 雷米窘迫极了 他丢掉帽子 脱掉精致的外套 他不干了 爷爷安慰他 第一次表演都会有点怯场的 下一次就好了 雷米却气急败坏 他说 他再也不想唱歌了 你认为真诚地 我会让你害怕 你赶紧你的功能 爷爷说 你是个天才 我的眼光不会错 雷米才不信 他觉得老人是骗子 两个人不婚而散 雷米郁闷地坐在草地上 很久之后 卡比送来了一卷旧报纸给他 雷米这才知道 原来爷爷 曾经是风靡全球的音乐家 爷爷并没有生他的气 反而将亲手刻的字母 交给雷米 要是以后会教他认字 认字后 你就可以给羊母写信了 咱们以后演出赚的钱 你还可以寄给羊母 雷米心动了 他开始认真学起了字母 走到哪都在背单词 不管是草地 山谷 土布 哪怕是深夜 他都在不停地学 很快 他寄出了亲手给母亲 写的第一封信 他让母亲不要担心他 爷爷对我很好 仅有的面包 也会分给我和心里美吃 最重要的是 他在教我唱歌 如果我能唱歌 就能赚钱了 咱们就可以把奶牛数回来了 母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孩子在外一切平安 他终于放心了 雷米的脑海里 总是有一首摇篮曲 爷爷觉得和他的身世有关 帮他记下了局谱 雷米开心的同时 也十分担心爷爷 因为他每晚都在做噩梦 爷爷有一个痛苦的秘密 但他绝口不提 今天是雷米的最后一项着唱练习了 他被蒙住双眼 站在田肘上 开始了自由地演唱 一曲过后 摘下眼罩 雷米笑了 田间众人都在静静地听他唱 他越唱越放得开 一曲过后 他终于明白 当一个人找到毕生所爱 便永远不会停滞热爱 在那之后 爷爷带着四人小剧团 去了很多地方演出 这天 他们还遇到了出手绝绝的英国贵族 在雷米地位低下 夫人不允许他和这些贵族孩子一起玩 雷米泄气地躲在角落 却不曾想 他会在这里 遇见了那位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孩 李斯是贵族小姐 但天生残疾 只能坐轮椅 他乐观开朗 喜欢逗雷米玩 二人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然而 好景不长 这天 剧团演出因为没有执照 爷爷不仅要被罚款 他们还要杀掉卡比和心里美 爷爷拼命保证 他们非常温顺 不会伤人的 却还是无济于事 雷米想要阻止 却直接被扇了一巴掌 卡比气得冲上来帮忙 却被重重摔在地上 爷爷被暗住暴打 在他的拼命要求下 雷米只能带着伙伴们跑了 爷爷被逮捕了 本来事情不大 但因为他拒绝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被判了两个月 在雷米的苦苦追问下 爷爷向他讲述了 令他后悔终生的往事 年轻的他经常忽略家人 每天奔波在外盲视野 儿子每晚都会点上一只蜡烛等他 但是有一天 风将蜡烛吹到了毛毯上 等他感到 家里早已是一片活害 他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 他发誓 再也不碰最爱的小提琴 他要对当年的错误进行赎罪 爷爷在监狱的日子 丽丝的家人收留了雷米 这天 丽丝来找他玩 无意间发现了他对足的婴儿福 于是雷米向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此后 他们每天形影不离 无话不谈 感情越来越好 两个月后 爷爷终于出狱了 雷米上前热情地拥抱了他 丽丝的妈妈察觉到女儿越来越开朗 他希望雷米可以留下来生活 长大后成为丽丝小姐的首席转家 可爷爷拒绝了 留在这里 雷米只能成为一名管家 但跟着他 除人投递后 雷米可以堂堂正正地向丽丝求婚 雷米将他真爱的摇篮曲送给了丽丝 抱证会来找他后 便再次和爷爷踏上了环游世界的旅途 可好景不长 爷爷竟然在狱中患上了肺结核 他从早到晚不停地咳嗽 他越来越虚弱 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所以经常耽误行程 导致找不到歇脚的地方 夜晚的山上特别诡异 经常传来野兽的嘶吼 他们很快就被恶狼包围了 心里美先生受到惊吓 立马窜到了树上 面对成群结队的野兽 他们不断狂奔 试图找到可以歇脚的房屋 马上狼群就要冲上来了 可房门还是打不开 危机时刻 卡比冲了出去 吸引走了狼群 雷米大声呼喊着卡比 可卡比却没了声音 雷米痛苦地流下眼泪 就在这时 卡比终于出现了 他受了重伤 但活着回来就好 爷爷迅速关好房门 手抖着不停 第二天 大家终于找到了 病痒痒的心里美 爷爷用了全部积蓄 给他找了卫医生 检查后得知 猴子的胸部长了肿块 需要一大笔治疗费 同时医生告诉爷爷 你的病也要尽早治疗 否则就会没命 为了赚钱给心里美先生治病 爷爷撕开伤疤 重新拾起了 被他尘缝20年的小提琴 他缓缓走到众人面前 先是手剧烈颤抖 但很快 他稳定了下来 拉走出了天籁般的一曲 诸落玉盘 如鸣配环 绕梁三日 宛如悬音 观众们听得如痴如醉 掌声经久不息 但这些打赏的钱 远远不够治疗猴子的病 这时 一名女士找到了他 女士认出了 他就是那位消失多年的音乐家 是激励他一生的偶像 爷爷极力否认 女士尊重他的选择 他留下了一枚金币 这笔钱足够给心里美治病了 这等他们匆匆赶回 心里美先生已经走了 雷米好伤心 四人乐团 从今天起 变成了三人 生活还在继续 医生建议爷爷必须马上住院 否则回天乏术 爷爷不禁为卡币和雷米的未来担心 这时 雷米收到了利斯的信 他发现一个设计图 和雷米的婴儿福很像 经过多方打探 终于找到了雷米的亲生父母 爷爷匆忙带着雷米找到了知情律师 律师告诉他 雷米确实是贵族的孩子 爷爷听闻 立马带着雷米去了他家 辉煌的宫殿前 雷米的父母哭着拥抱了他 可事情远远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 爷爷离开后 雷米伤心地冲回房间 躲起来偷偷哭泣 而所谓的父母 只为他准备了破旧的卧室 深夜 雷米被屋顶的漏雨叫醒 他到处闲 却在一处抽屉 看见了满满的金子和牙齿 母亲则露出了猙獰的一面 雷米冲出来找律师帮忙 可律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 危急时刻 突然一击中锤 爷爷回来了 爷爷生猛地按住假父母 对方只能如实交代 是那律师命令他们这么干的 律师是雷米的亲叔叔 为了继承遗产 雇佣他杀死雷米 可杀手对婴儿根本下不去手 所以遮掉雷米身上的足灰 将他扔在冰天雪地里 自生自灭 在爷爷和查比的威胁下 他们终于得到了雷米母亲的地址 为了避免被坏人追上 他们拼命往前走 可暴风雪越来越大 二人很快就体力不支 爷爷用尽全身力气 抱着雷米匍匐前进 可走了很久 还是没能找到暖和的歇脚地 爷爷抱着奄奄一息的雷米 告诉他到家了 生起一小团勾火 爷爷告诉雷米 那是壁炉里的火 他幻想着火势越来越旺 查比则不安地一直叫唤 他转身冲出去找人帮忙 爷爷想听雷米给他唱歌 于是雷米躺在他的怀里 轻轻哼唱起来 一举终了 火焰也即将燃尽 火焰彻底燃尽 爷爷也彻底离开了 等查比找到人来帮忙 雷米却再也叫不醒 这个他最爱的人了 几天后 雷米终于醒来了 他的眼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一个人在他的口袋里 看到了那张摇篮曲 认出了这是自己丢失十年的儿子 他曾经每晚都唱着这首曲子 哄儿子入睡 雷米终于有了家 或许他早就有家了 入室的最后 律师被关进了监狱 雷米则成为了举世闻命的音乐家 他将养母借来身边养老 他每天都会去爷爷的墓前和他聊天 并且以爷爷的名字 开了一间有爱的孤儿院 而丽丝则成为了他相守一生的妻子 这是一部根据名著 《苦儿流浪记》改编而成的电影 维塔丽丝是雷米人生中的天使 可是天使也是历经苦难 蜕变而来的 善良努力的孩子 最终会获得救赎和幸福 愿你披荆斩棘 化剪成蝶 成为自己的天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